我們辦公室的參賽組織機 有一台是很舊的 好像二零零幾的 就是你們辦公室那一台 另外一台是美寧的 它放在地下室 因為我們這地方真的滿潮濕的 特別是地下室 我們之前放的貨在地下室裡面 都可以放到連紙箱都已經 外箱都可以爛掉 那為什麼會再買這一台 是因為 因為有一台在地下室 地下室又特別的潮 場地也特別的大 我每天都會有一種 焦慮覺得要去看它到底水滿了沒有 因為你廚師能力再好 它這水滿了它就不動作 所以我就挑了這一台 那這一台我真心覺得好貴 我買美寧那一台才九千塊 九千塊還可以申請補助 我就退那個什麼什麼貨物稅 還什麼的一千多塊 所以是很便宜的 那一天官網發了 折價券兩千五之後 它買下來還要一萬七千五 所以就只為了它可以隨時通知我 它是不是水滿了 就這樣就買了這一台 來 我們來開箱 我真的蠻好奇的 就這麼貴的一台 一萬七千五 你要想它可以買一台冷氣的 冷氣有得又出師功能 我想知道就是說 這麼貴的一台廚師機 它到底跟我們另外那台 三千塊買的 二手古老古董級的廚師機 跟另外一台去年 新買的美寧的那一台廚師機 到底用起來差別在哪裡 大台耶 這比我們另外兩台都大的多 它的十七公升 十九公升 二十一公升的這個把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有粉粉色有金色有銀色有藍色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試一下它的Wi-Fi的App 用起來到底 能不能符合我所需 就是隨時通知我 它沒電子都會給我求救 不要就傻傻的不廚師 就這樣 好 那今天我們看一下這台 好 那這一台LG的廚師機 我們用了大概已經有各把個月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台廚師機 我用起來一個月的心得 從外觀開始講好了 外觀其實它跟我們其他幾台的 廚師機比起來 它是比較大的 它的型號有好幾個 只有十七公升 十九公升 跟二十一公升 我說的是它的除濕能力 是一天吧 一天的除濕能力 十七 十九 跟二十一 但外觀都是一樣的 只有這個把的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買的這台是十七 為什麼會買十七的呢 是因為它剛好在打折 所以我就買了十七的 那以我這個房間來用 這台十七算是綽綽有餘 那我們先看它的外觀 就是一個大桶子 像一個大桶子有一個掛了一個把 然後呢 這是它正面 就這樣乾乾淨淨的 像一個大水桶吧 側面這邊就可以看到它的水箱 還有一個水箱燈可以用 相較於我們另外幾台的 廚師機來講 它的水箱真的是搭了蠻多的 然後背後面呢 這邊就有一個仿那個 仿Apple的XDR的螢幕的那個背後的設計 有意思 然後這邊呢就是它的那個空氣濾鏡器 這個是你如果要外借它 比如說你要幫你的鞋子 它有附一個小道具可以讓你 除濕你的鞋子的專用的接口在這裡 然後這邊是它的外接的排水孔 這邊兩個小角角呢 是它線的掛鉤 然後有十年的保固 我覺得雖然貴 用十年好像算一算也可以 而且有跟你們講 我們去買那個二手的除濕機 十幾年你去跟它買保固半年 它要賣你三千七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它賣你 以它的這樣的品質跟效能 我覺得雖然是很貴 我為什麼會一直說很貴這件事 是因為我打算再買一台放地下 是我有點買不下手 好然後這個箱子啊 在我們的除濕機 三台除濕機裡面呢 這個箱子是最大的 所以呢 它也可以節省你反覆換水的時間 並且它設計是這樣一個拉法 那這邊也得額落一下 這樣子的提把設計也是這幾台除濕機 除濕機裡面最好的 所以很多人說接下來是什麼 除濕神器 確實有它獨到之處 但是我一直不明瞭的就是 這些除濕機的水桶的設計都很爛 就是你其實沒辦法 我現在如果直接倒的話 它的水啊 都是會往內滴的 都會水亂 就是不是很好倒水 但是它的除水能力 那確實是很好的 就這樣啟動它了 啟動它之後 它這個像是噴氣孔的這個蓋子啊 它就會掀起來 非常的安靜 非常的Smooth 那它的功能呢 主要的就是有一個按鍵是電源 然後有個模式 有幾個模式呢 智能除濕 快速除濕 靜音除濕 跟烘鞋 烘衣除 衣服乾燥 這幾個 左邊這邊就有個單螢幕 螢幕這邊會顯示你設定的濕度 跟一個現在的濕度 那它簡單的只是用一個螢幕來表示 並且呢就用一個燈告訴你 它現在顯示的是 目前的濕度 還是你設定的濕度 然後右邊有一個是 風速的按鈕 跟一個預約關機的按鈕 風速按鈕 你連按三秒嘛 它也可以變成是WiFi的開關 然後旁邊這邊三個燈 告訴你這是高速運轉 還是低速運轉 跟水箱是不是滿的 旁邊這邊有一個奈米離子的開關 我一直覺得奈米離子 我沒什麼感覺啦 那下面就是水箱燈的開關 整個面板的觸控啊 都是這種觸控 而且很輕就可以啟動它 像這樣 我發現它每一個模式 開著這個風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像我現在的是快速除濕模式 它就是往這邊 然後在靜音的時候 每一個模式它會跨每個角度 現在到了那個什麼 轟斜衣除角度的時候 它就把它關掉嘛 因為它要從這邊了 所以它的這個地方就整個關掉了 那這邊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比較 特殊的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們之前的除濕機 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樣 比如說我設定的是濕度60度 它在低於濕度60度的時候 低於啊 它的整個風扇就會停了 就是完全像待機一樣 但是這一台呢 它不管什麼時候 它都是一直在運轉 現在這個情況是它的壓縮機 沒有在啟動的情況 它的出風的風扇還是一直在轉 那如果把它濕度的設定往下調 待會它的壓縮機就會啟動 但厲害的就是這一台 壓縮機啟動跟不啟動 它的聲音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這一個出風它會是一直一直的在運作 它不會關掉的 除非你把它關閉 否則它的這個排風的風扇是一直都在轉的 那除濕機你是沒有辦法 讓它在你旁邊工作 它會ㄟ啊喔啊 甚至還有什麼奇怪的雜音 但這一台是完全沒有雜音 就是最弱的聲音就是這個排氣的聲音而已 就是這個小風扇的聲音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必須把它放在辦公室裡面除濕的話 我覺得它也是個好選擇 它有兩個規格 一個是Wi-Fi功能 一個是沒有Wi-Fi功能 我這一次特地選了一個Wi-Fi功能 我到底為了什麼要Wi-Fi呢 就是因為我本來打算這一台啊 是把它放在我的地下室 我們地下室非常的潮濕 所以導致我們很多東西都發霉 所以希望地下室有一台除濕機 但是地下室的除濕機常常水滿了 我們都不知道有時候你只是中午去過 到傍晚的時候 它水就已經滿就停止運作 所以它並不能好好地維持地下室的濕度 於是才會想要買這一台 我本來天真的想像就是覺得 喔那這一台買來 它應該就是隨時告訴我 它的濕度是多少 然後我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要去倒水了 但是啊結果並不全然是如此 我們現在開它的那個APP來看一下 好它這個APP打開啊 ThinkQ這個APP 然後呢我們現在都已經配對好了 在這邊要跟大家提一下 它的一個小插曲 就是它的配對方式就是打開 打開這個APP裡面 然後我們新增 它會叫你掃QR Code 好新增設備 然後OK掃QR Code 然後它的QR Code在這裡 但是啊這iPhone14它怎麼掃 它就是不會對焦 然後就掃不上 好就這個APP它 它不會自中對焦 所以這個掃QR Code這個過程 並不是那麼的愉快 所以我後來是直接輸入它的編號 才讓它可以配對成功 配對成功之後呢 你連進來看它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告訴我現在有的濕度 我們現在有的濕度 目標的濕度跟現在室內的濕度 這是它可以告訴你的 然後你的風速的運轉啊 然後它現在的 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預約它的啟動跟關閉時間 然後奈米離子的開啟 還有就是 它會有一個監測的功能 看到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在這裡面 你是看不到水箱的情況 這跟我本來比較大的落差就是 喔我可以知道 喔它現在已經三分滿了 那我應該去幫它換個水貨幹嘛的 但是其實 如果它在地下室的話 其實我是不能知道它的水有多少的 它只會在水滿的時候 跳出一個通知提醒你 欸水滿了 就這樣 這就跟我本來的預設是有落差 我們先來錄一下它現在運作的時候 我讓它自動好了 我們現在先不要講話一下 讓它跳到最低 我現在是把它放在 它的前方大概10公分的位置 好就大概這樣48到49分貝 就是它的運作的噪音就是大概48跟49分貝 我們另外幾台我有測過 分別是就是它有在運轉的時候 有在運作的時候 它的分貝數大概在比這台多8到10的分貝數 但是啊這樣聽數據聽起來好像分貝數沒有差很多 但是實際上如果把那兩台擺在辦公室裡面 那種吵雜的聲音是幾乎跟剛剛那台冷氣的效果是一樣的 它會有一個 的聲音吵著你沒辦法做事 但但是這一點 如果你是要把這一台放在 比如說你的臥室 把它放在你的辦公室 特別是小辦公室 像我這樣小辦公室裡面 它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也就會變成 這一台本來我的預算是花那麼多錢 就是想把它放在地下室去幫我儲水 然後提醒我換水的東西 結果它就呆在我的辦公室 所以我就在那個 扎持我把他在忙 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LG的物聯網的除濕機 有聯網功能的除濕機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台是放在室內的 辦公室的推薦給你 好 那今天的除濕機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